中国作为一个领海国家 每年都会遭受台风的侵袭 尤其是江浙、福建 这些沿海地区 台风的名字有很多是奇奇怪怪的 看不懂有什么含义 有一些又是我们一看就能很熟悉的名字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有些去年用过的台风名字 今年可能又会用一轮 那么人们到底是怎么为台风命名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台风是指在热带或者压热带的海平面上形成的 中心区域附近最大风力在12级或高于12级的气旋 按照强度可以分为6个等级 是一种对人体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自然灾害 在国际上有一份统一的台风命名表 由亚太地区的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国和地区提供的名字 按照表上的顺序 年复一年的对台风进行面临 在这份表上 我们国家提出的名字分别有龙王 风神 海神 电武 悟空 玉兔等 几乎都带着浓运的中国气息 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很多人心里都有疑惑 这份台风表命名从来不会更改吗 其实这份表也会进行更新 但条件十分复杂 按照规定 如果有某一个台风在到来的时候 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这场台风的名字就会具有唯一性 受灾的国家可以申请把这个名字从列表中删去 方便纪念这场灾害 而空出来的名字需要原本提供这个名字的国家补上 比如2005年的龙王 给我国福建省造成的巨大的损失 被从台风命名表上永久除名 换成了海魁 当天灾到来时 我们无法阻止 但灾后重建的我们 需要始终坚定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在自然灾害面前 中国人是从来不曾退缩的 那么大家对于台风有着什么深刻的印象吗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